117月,徐峰使善寒药的一些常用的大纲要求的一些药物 那么第一味药,毒荷 这个命名呢,是前人认为这种植物呢 没有风的时候,他都自己都摇摆不定的在动 其实可能为了让人们关注这个药 故意把它,让它显得有些神奇,好像无风自动 当然这个可能没有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药作为一个驱风使药 它的基本功效就是驱风使 当然补充说明一点 这个驱风使药作为一个专门术语 其实我们就是前面概述当中谈到的 它有的时候可以叫做捐臂 就是一个利益的仪,一个书 四川那个俗的那个捐,捐臂,除臂,捐臂 其实就是驱风使,把它等同 就是一个意思 这个毒荷作为一个驱风使药 那么它是这个驱风,善寒,草湿的作用 都是比较强的 所以在应用的时候呢 对风寒石壁 不管是风血偏胜,寒血偏胜,石血偏胜的 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是比较应用广泛的一个驱风使药 但是由于它的温性是比较明显 所以一般对时的避震 不是很适合的 或者一般是不用的一个药 那么根据这个风寒石血的偏胜的不一样 比如说在一些风臂当中呢 它可以配舞一些驱风作用比较强的 比如我们在前面截表药当中 华山风寒药当中 强火防风啊 这一类的药 驱风作用是比较强的 那么如果是这个寒比较重的 那就可以配舞 这个比如说我们后面要学的 这个父子无头这一类 温烈性比较强 或者肉贵之类的 那么石头偏胜的呢 就常于配舞常于除石的 比如说今后要学的 也是驱风时要的 长楚或者木瓜这一类 它都可以用 云创应用很广 这是它的基本特征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 也是经常比较强调的 就是毒火相对于枪火而言 法山风寒药的枪火 这个古代这个枪火毒火是不分的 当时对药材呢 也是一个误解 认为这个枪火呢 是枪地产的毒火 认为是一种药 产地不一样 那么后来才慢慢的区分 成两种不同的药 两种不同的药 枪火毒火 所以有的医生开处方的时候 二火就指的这两个药 比如二火割石壳 就是枪火毒火 分别都要用石壳 那么这个毒火和枪火相对而言 一般认为呢 枪火呢 主要治疗上肢 兼备 在这个风寿避痛 我们在讲枪火的时候 就说它相对于毒火而言 主要在上半身 那么主要是在这个 这个兼备上肢 那么这里我们就说 毒火相对于枪火而言呢 主要在下半身 主要是在腰膝部的 这个风寿避震 那么大家要正确理解 这个相对而言 就这两个要对于全身的 风寿避震 都可以用 根本理解为它只能 藏火只能用于上半身 毒火只能用于下半身 只是相互 对照 互相有一个 那么一个偏向性而已 这样子呢 才比较准确 所以毒火呢 相对于枪火而言 它主要用于 这个下半身 腰膝的 那么根据中医的理论 腰为胜之腐 其为金之腐 那么肝又是祖金的 所以这个腰膝部呢 这伐病呢 往往与肝胜 关系更为密切 所以这下部的风寿避震 很多有的就是肝胜亏虚 所以这个毒火寄生汤 千金方的有名的治疗 风寿避震的 那么就是这种情况 它是一种这个 兼有肝胜亏损 筋骨微软无力的一种 这个风寒死壁 风寒死壁 所以这里面呢 这个曲风使药 以毒火为主 还配舞了一些 补肝胜 剑筋骨 或者补气血的药 在一起 那么这是毒火在治疗 风寿避震 也就是取风使的应用方面 要注意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下半身 咬洗步的问题 第二个功效 散风寒 或者说伐散风寒 那么这个毒火呢 也是和枪火很相似 是一个伐散风寒药 可以持火于风寒表证 那么在治疗风寒表证的时候 它有枪火相似的特征 一个是肩有止痛作用 另外是肩有除食的作用 所以这个风寒表证 头身疼痛 比较明显 而且肩有表食 肩有表食 这个肢体酸楚 正左 比较明显的这种外感 常常使用 而且这两个药经常配入在一起 但是呢 毒火的伐散风寒 治疗风寒表证的作用呢 不辱枪火 明显次于枪火 所以枪火 我们在前面说 前人高度的称赞它 是治疗非死感冒的先药 非死感冒的先药 就是因为它作用很强 那毒火不辱它 当然它就要次于等 所以这个同样用于 这个风寒表证 或者风寒夹实的 但是作用次于极 可以使用 第三 都有止痛的作用 都可以用于 避震 风寂避震的疼痛 也可以用于风寒感冒的 头身疼痛 此外 都可以用于头风痛 或者别打损伤 或者牙痛 这样的一些 其他的疼痛症 像我们书上在 这个毒火的应用山 就明确地提出了 它可以用于头痛 齿痛 和雨血疼痛 那么这叫风寒的 头风痛呢 可以我们前面 学的细心这一类的药 风热的头痛 和牙痛 它还可以和轻热药 或者发生风热药 一起区性成用 增强这个止痛的效果 那么这一些治疗 这个瘀血 叫跌打沈山啊 或者产后的 瘀血疼痛 所以毒火 伤伤火 活血化瘀 和当归 伤胸 红花这些药 配偶的例子 也是不少的 所以这个也说明了 止痛是独立存在的 它应用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这个 枪火和毒火的止痛 在一些文献上呢 就是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就是说 这个 枪火呢 常与治疗太阳的头痛 毒火呢 常与治疗哨音的头痛 就是说它们的部位 有太阳和哨音的区别 但是没有一个本草学家 或者临床医家 准确的说 它们指的太阳和哨音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的理解呢 有这么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呢 就是这个太阳和哨音 是表理而言 太阳足表 哨音足理 所以这个太阳头痛呢 是偏于这个风寒在表的为主 那么哨音这个头痛呢 是这个风寒 主要是理寒 理寒在理的为主 是以表理来分 这个太阳和哨音 第二个呢就是从具体的 经络巡行的部位 那么这个枪火呢 那么主要是这个项背 那么这个独火呢 那么就是 阳哨音圣经循环循行的 比如说就包括了 常与治疙痛 这样的一些 因为疙痛也是属于 阳哨音圣经相关的一些部位 当然这个呢 不是很统一 这个认识 这个都有一定的道理 这个仅供参考 前人只有这个说 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没有明确的解释 其实这个两种情况呢 可能都有一定的实用性 都有一定的实用性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重点 所以大家参考 那么读合学了以后呢 就需要和枪火加以对比 这个两个是相似性很大的两个样 如果出一个考试题 比较枪火读合 在功效应用方面的一同 它哪些是相同 哪些是不相同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也很好回答 那么第一 两位要都能够驱风湿 都可以用于这个风寒石壁 风寒石壁 但是呢 枪火偏于上半身 毒火偏于下半身 当然你还可以发挥 但是这个同中之意 就把它说出来了 第二 都有发散风寒的作用 都可以用于外感风寒 或者外感风寒 夹石的 这样的表证 那么哪一个强一点呢 这个枪火 强于毒火 所以比较多用 而且分在了 这个截表要 截表要 但是 到目前有两种 这个说法 可能是 不是很实际 在有的书上呢 那么就说 因为毒火 放在了驱风湿药 所以毒火 驱风湿的作用 强于强火 这个很难讲 在驱风湿方面 随强随弱 我们避而不坦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过多的证据 能够证明 所以就只说一个部位 上下之分 并没有说他们的强弱 并没有他们的说强弱 那么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在这个 资料风湿表征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有强弱的 是有强弱的 所以把这一点 加一点说明 第三都有止痛作用 它除了用于 风湿避震的疼痛 外感风寒的头身疼痛 那么还可以广泛用于 多种疼痛症 那么如果要仔细的说呢 前人认为 有太阳和哨音之分 那么这个比较呢 就比较全面 相同的 或者相似的是主要的 不同的是次要的 是同中之异 是局部的 这是关于毒火的问题 这是这一节的 一个掌握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药物 下面的威宁仙 威宁仙 第二个药 那么现在用的威宁仙呢 前面我讲过了 就是这个毛根科 毛根科 铁仙年熟的 就类似于川姆通 那样的 这个一个植物 用的它的根 用的根 那么这个过去呢 用的威宁仙 比如说这个 本草图经 旧光本草 包括这个 本草干物 那么都是 现在认为是 玄深科的 那么后来到了 明代的这个 边南本草呢 用的呢 可能是一个 菊科植物 现在根本没有用了 所以清代以后呢 用的就是 这个毛根科的 所以这个威宁仙 所以它的植物 变化比较大 那么这个药物 为什么叫做威宁仙呢 那么前人 就是说威 延期比较俊猛 威延期比较俊猛 宁仙呢 延期疗效比较好 那么现在在 临床上用威宁仙呢 这种毛根科的 威宁仙呢 没有发现它 有什么地方 比较俊猛 实际上它比较温和 那么对风事病的 这个疗效呢 也没有表现出来 就很宁仙 所以疗效比较一般 当然是不是因为品种 现在不能下解论 因为古代的品种 究竟它的疗效 是这么一个程度 这个还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所以这个 威宁仙作为一个 驱逢使用 在目前的 大量的 中医文献当中呢 实际上是原用 过去的 对它的一些特征的概括 比如说 说它比较俊猛 说它比较善走 作用部位比较广泛 等等这样一些 温性比较强 比较适合于这个 前寒的 风湿避震等等 那么对于过去的文献 记载 确实是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 温宁仙呢 它的温性 已经不是很强 因为敢读 用温宁仙 临床上 可以用于治疗很多 有属于热症的 这种报道 就说明它温性并不强 所以我们现在 温宁仙呢 只得进一步的评价 所以对它的过性特征呢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总结 所以我们现在 书上就包括这个教材 说的温宁仙 心善玄通 比较温兆 这个可能 目前是不是准确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都是这么讲 都是这么讲 在没有改变以前 那么可能是实用的 所以这个大家知道 今后用温宁仙的时候 注意进一步的观察 观察 那么这个除了驱风湿 那么这个温宁仙呢 也有止痛的作用 它除了风湿壁痛 还可以用于很多疼痛症 像我们书上 这个应用二 它可以用于这个头疯痛 牙痛 这个外伤的疼痛 比如说有的方里面 佩武和武林芝 治了这个叠打省伤的疼痛 有的方里面呢 佩武行器的乌药 治了这个气质的顽腹疼痛 它也是一个止痛部位 比较广泛的一个 现在有的用于治了 这个胆囊的疼痛 胆囊胭的疼痛 用温宁仙的也有 而且单独用 那么这个胆囊胭的疼痛呢 应该是一个肝胆 十月症为主 单用效果还比较明显 有的人报道 那么就刚才说的 它的温性就不应该是很强 所以这个是止痛方面 另外 文明仙和毒和不同的 它不但兼有止痛的作用 还兼有通经罗的作用 这个苏经活罗 有时候又简称通经罗 又简称通经罗 其实就是苏经活罗 那么这个文明仙除了这个 逢死必胜的 这个关节居卵 这样的一些症状以外 在一些治疗 这个中风后遗症 引起了这个手足不续 就是半身不续 或者口眼歪血 那么经常和这个补气药 和活血通脑药使用 那么那样的病绝不是去疯死 绝不是疯死病 绝不是用微领先来去疯死 所以是用它的 这个苏经活罗 也就是我们书上的通经罗 这就在我们书上应用一的 把它另外疲寒了 有一小段 这个在古经都有这个应用 就是现在的微领先 也有这方面的应用 所以这个就是说 它这个能够通经活罗 或者苏经活罗的一个依据 另外呢 从这个明清以来的一些本草上呢 常常用微领先 卖治疗这个猪骨梗喉 就有的人不小心 尤其是吃鱼的时候 这个鱼刺鱼骨 这个卡在了这个咽喉部位 而且又更有甚至什么吃鸡 吃鸭 甚至吃猪体 那么这个骨头卡在这个咽喉的都有 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古代这个文献上呢 就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说这个铁脚微领先 因为这个微领先是用的须根 当时是黑色的 所以叫铁脚微领先 但我们这个照片上 现在这个微领先这里并不黑 所以铁脚微领先 颜色是比较深的 那么这个砂糖加酒煎 就是用这个砂糖 有的理解为砂润加红糖 这个目前人也没有具体的说明 但更多的呢 就是用醋来煎 而且用量比较大一点 30克左右 一口吞下去 铁件软如棉 好像不但是这个刺 就是用铁卡到这个地方了 金属的东西都能软化 其实这个呢 容易引起这个误解 其实微领先对于这个 猪骨梗喉 第一 它不是一个功效 所以过去把这个 治疗猪骨梗喉 放在微领先的功效后面 不妥当 这个只是一个组制 它混淆了功效和组制的区别 在功效这个项目下面 就应该是基本作用 不应该有组制 而治疗猪骨梗喉 是一个组制 因为它通过 深多样的作用 通过深多样的功效 来治疗了猪骨梗喉 那古人没有明确的告知 所以没有办法总结 但是刚才那种一个谚语 是这个一口吞下去 铁剑软如棉 好像是说一个 那样鱼翅 所以软化了 软化了 现在当然还有人 做这方面的实验 把这个微领先用醋去煎煮 煎煮了 把鱼翅这些泡在里面 泡很长的时间 有的泡了两三天 甚至有的很多个小时 而确实发现它软了一点 那确实是软化 这样的印证没有异力 因为这个微领先 一口吞下去 那这个和这个 刺的结束的时间 非常短暂 那会软化了 不可能软化 当然实际上呢 古人是一种 很形象的说明 其实服用的时候呢 是要求慢慢的 一口一口的 慢慢的淹下去 并不是一口把它吞下去 所以这个服用的时候 要注意 是不是所有的 足骨梗吼 维领先确实有效 现在年旧呢 对一些比较浅的 比如说一些比较小的 一些骨铁 卡着烟火部分 那么服用了这个 维领先的治疾呢 它是超成局部的 肌肉的那个 褥动增强 它的运动加剧了 有时候超成了 它的脱落 并不是让它软化 如果有的刺 这局部刺得比较深 根本脱落不了 那个运动 那种褥动 就是收缩啊 这些 再强 它也掉不了 那是要 就要找 这个五班科的医生 不能就依靠 维领先 比较轻的 这个呢 不妨一试 再加上这个 维领先的品种 本身就不一样了 古代的纪念用线的品种 能不能收到 相应的效果 还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我们这个书上呢 就也是把这个治疗 足补梗喉 功效里面没有保留 就基于这样 多方面的原因 在此外 说明了 这个 维领先单用 加砂糖 或者醋 煎汤 慢慢的 咽下 那么对于轻症 可能 这个松弛局部的肌肉 容易使这个骨刺 容易脱落 应该是这么一个基底 不是让 绝不是让它软化 这是 关于这个 维领先 这个临床应用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个 参考资料的三 现在呢 就说维领先治疗 这个咽喉咽 急性黄胆性肝咽 齿管咽 腮腺腺腺腺 急性乳腺腺 慢性胆囊咽 那么这样的一些病呢 往往还单用 都有临床报道 那么就说明 它的这个新温 这个药性值得考虑 再加上 从静元关系 木通 就是一个苦寒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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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威领先 毛根科的 这个和川姆同是 同科同熟的 这个植物的外观 都非常相像 所以这个 就跟我们提出了 一个问题 它是不是一个 苦寒的药 还很难讲 所以这是 对温领先 我们就 上前就 讲这样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就 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药 作为一般熟悉的药物的要求 下面川屋 富药草屋 有叫川屋头 还有叫草屋头 那么这个川屋呢 就是这个植物屋头 就是我们今后要学的 温理药当中的副子 在四川地区大年级栽种的 这样的一个毛根坡植物 这个屋头树的一种植物 它的学名就叫屋头 就用的它的母根 它的子根呢 就是副子 那么这个草屋呢 是一个野生的 野生的这个屋头 被屋头为主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药 因为这个 它形状 它用的是这个快根 那么快根的形状呢 像咬的头 有些乌鸦咬内 所以以屋头来命名 屋头命名 所以在一些古代的文献上呢 这个尖端 分 两叉的 把它叫污秽 好像这鸟的嘴一样 实际上都是根据这个形状来命名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些名称了 所以这个川屋作为一个曲风使药呢 就是它的药性 温性 特别强 一般认为是药性的 大药性的 药性很明显的 所以这个川屋作为一个曲风使药就常于散寒止痛 所以在曲风使的时候就强调它 特别常于散寒止痛 除了风使避震 它主要用于寒邪比较偏盛 疼痛比较剧烈的这种症情以外 其他的原因引起的寒淫 疼痛症不是风使的 比如说寒邪凝制在宗教 古人也把它用于这个温中散寒止痛的 如果别打神伤 受了寒 这个有寒淫血液的疼痛 它或活血化语止痛的药都可以使用 所以整个这个川屋呢 它的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在它的药性 这个热性的药 所以治疗臂症呢 失活于寒臂 失活于寒臂 除了寒臂以外呢 其他的精美受寒的疼痛症 都有很好的善寒止痛的效果 那么就我们书上的应用二 包括一般的头痛 这个阴居 或者别打神伤 甚至于包括胃腕痛 在古代 那么这个药的局部外用呢 还可以麻醉止痛 麻醉止痛 所以对于一些寒淫血液的 那么局部用了以后呢 马上能够收到比较明显的止痛效果 所以现在一些外用的止痛药里面 用这个川屋的或者草屋的也比较普遍 那么这个川屋呢 在这个用的时候要注意 它赔书的用法 就是一般不生用 就是一般不生用 生用的毒性很大 都要炮制 炮制呢 一般都是这个加水来煮 或者高温的蒸 在用水的情况下 让它的屋头碱破坏水碱 让毒性降低 所以一般都要用的自川屋 就是这样了 内服的时候还要先煎 还要先煎 这样子才能确保安全 那么先煎到什么程度呢 因为这个川屋在炮制的时候 商品药材当中 有的火候掌握不是很一致 反正煎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用筷子啊 就是蘸一点这个煎液来尝 把这个煎液比到这个舌头上面 没有麻的感觉了 那是绝对安全 如果还有一点麻的感觉呢 那就再煎一点时间 所以也不感觉到为麻为肚 这样子一般都不会参生这个毒性反应 所以我们书上说要先煎半小时到一小时 那么至于是半小时或者一小时呢 那么就根据这个口肠的 这样子最可靠 最可靠 外用呢 可以用深的 但是也有 有的临床医生 因为他用这个船无头很有经验了 他就要用深的 那么必须要煎到没有毒性的时候 或者毒性不明显的时候 才和其他药同煎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所以原则上不能用生品来内服 对我们初学 尤其刚刚搞临床的 必须这样要求 那么使用注意呢 那么除了因为有毒的药 而且是大毒的药 毒性很大的一个药 那么除了润腹啊 这些不你使用 因为它是热性的 那么热症不你使用 这些共性以外 那么他主要的使用注意当中 就是十八反 很多药都不能和穿物 就包括半下 刮脑壳 刮脑人 穿背目 折背目 白急白炼 这样的一些药 可能在学相应的药的时候 还要强调 所以这样反复的记 我们就都能够记住 那么下面我们顺便简单的 说一下这个穿物和草物 其实这两个药呢 经常同用 同用穿草物 那么这两个药的功效组织 完全一样 一般认为呢 这个草物的毒脸的性质 比穿物还要强一些 所以注意 要更加注意它的安全性 所以这个要求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只说明这么一点 这个下面的一个药 齐水 这个是一个要求掌握的 齐水 齐水在古代文献当中呢 就叫北花水 就叫北花水 因为它是有白的花纹 白花的 就像我们现在穿的布 印的 有白花 这个水 大家学这个文学作品啊 或者这个括本里边 过去这个布水者说 唐代的那个布的水 就是北花水 北花水 那么这是一个剧毒水 剧毒水 那么李时尊在本草港姆里面 描述他的特征 这个龙头斧口 就是头比较大 三角形的 口张开 口战的 头的比例也很大 龙头斧口 黑纸百张 就是在黑笔板上 现在摆的花纹 黑纸百张 且有二十四个方圣文 就是这个谁的两词 有二十四个菱形的 那种花纹 菱形的 在古代把它叫做方圣文 顺利的圣 在我们现在的一些 药材学啊 这些描述呢 就有这个二十四个 韦字形的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这二十四个方圣文呢 靠近腹部下边的 像韦字这样的 要粗一些 要明显一些 上面的 那个反的那种韦字形呢 那个纹路要细一些 颜色要浅一点 所以前李时珍的观察呢 是把整个粗的 细的 深的颜色和浅的 一起联系起来 那么就是二十四个 明星的 明星的 连在一起 写有二十四个方圣文 在这个 贼的两折 度的两折 那么现在说的 韦字形呢 是强调下边的 颜色比较深的 比较粗的 这个 其实不矛盾 一样的 这个 浮有念珠般 就是他 腹部的正中呢 那种连珠状 好像圆形的一串 浮有念珠般 尾如 浮指甲 尾部呢 突然变小 这样子 像一个指甲状 这个典型的 性状特征 李时珍的描述 和这个 谁的 形状 应该说相当准确 相当准确 那么后来 李时珍认为 他的家乡 湖南的齐村地区 就是齐州 那么这个 北花水 质量比较好 所以又认为 他又叫齐水 所以齐水 从本草岗姆以后 是作为北花水的 一个别名 作为一个别名 在这个 近代以来 由于有一个 这个金钱 北花水的使用 这样宣宾多主 反而 北花水的名称 就不受重视了 普遍都把 这个真正的北花水 叫做了齐水 这个 我在 这个十多年前 带这个同学 实习的时候 到一个医院去 就碰到一个 很 很扁心的一个 一个事 那个时候是个夏天 因为这个北花水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 名贵的一个药材 本身这个 这个动物 这种毒水 已经不多了 不拙也比较困难 药材不是很丰富 那么夏天 那个药房的 这个工作人员呢 正在翻晒药品 我就看他这个 足的一个 晒锡里面 起码有三十条 以上的 那个百花水 那是破开的 然后用竹片 撑开 那个像草帽一样的 一条一条的晒在里面 那过了一两天 刚好有一个比较 逢湿病 比较顽固的患者 我就开了一个 北花水 但是一个厨房开了 过了一会儿 那个患者把厨房拿来 找我 说医生 药房说的 没有北花水 没有北花水 我当时觉得很纳闷 我前两天 看见那么多 我说是不是 因为我是外来的医生 那么他自己要留着 自己本医院的医生 开厨房的 那后来我无意间问他们药房的 同志人 他知道 他们不知道那个叫北花水 只知道那个叫骑水 他说我们那是骑水 他们的印象当中呢 北花水就是 我们后面要谈到那个 金钱北花水 很小的 像蚯蚓那么大一点 把它谈成一个圆谈状 所以他们不知道 北花水才是真正古代的证明 所以出现了这么一个误解 那么我举这个例子的时候呢 就是说同学们今后呢 就是说古方里面的北花水 真正就是骑水 骑水 虽然骑水现在作为正名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它本来曾经很长的历史时间 它称为是北花水的 所以在使用古方的时候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骑水呢 作为驱风使用 那么它的驱风使作用很强 驱风使的作用很强 所以前人说它常于 这个透骨收风 常于透骨收风 所以由于它的药源的关系 那么一般都是比较顽固的 一般驱风使药 作用不好 久之不欲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考虑使用 它是一个 这个驱风使作用比较强的 也是偏温的 所以主要是用于风寒实壁 所以有的书上呢 就是它用于风使完壁 比较顽固 比较难治的 主要就抢掉了它 这个驱风使的作用比较强 疗效比较好 常于透骨驱风 这样的一切 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这是关于这个 其实在驱风使方面 同时这个药呢 又有很好的 输筋活络作用 尤其表现在活络 所以对于这个 久之不欲的风使 如果出现了局部的麻木 局部的麻木 或者说关节不灵活 那么这个也可以考虑使用 那么同时又用它的 赎金活络 但是这个药的赎金活络 尤其是活络作用 更多的是用在 中风后遗症 用在中风后遗症 诞生不絮 诞生不絮 口眼歪血 这些病症当中 就专门用到的 这个活络的作用 所以我们书上有一个 用于中风 中风不絮 本品为活络的药药 为治疗中风后 气血避阻 这个脉络不利 肌肤死痒 而出现了口眼歪血 半身不絮 手臼麻木 语言减绝 那么常常就 作为这个 一气活络的一个辅助 因为它的最基本的病理 病理基础是 这个气血亏虚 这梅罗组织 所以要 这个补气 养血 活血化瘀 这个北花水呢 作为一个辅助 那么北花水 实际上一个 是个驱风作用 很广的药 所以中药里面 首先里面的一个功效 里面两个字 驱风 通过驱风 一方面表现在驱风湿 另外表现在驱风止痒 驱风止痒 那么可以治疗多种 少氧性的皮肤病 这个北花水内服 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那么从现在的九度来讲呢 这个少氧性的皮肤病呢 很多属于过敏性的 变态反应 这个北花水呢 有抗过敏的作用 所以它能够收到 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们在 很多这个文献里面 北花水驱风止痒 那么它的 主治痒谈的是什么呢 一 麻风 二 戒选 不准确 不准确 那么这个 麻风可不可以用北花水 自古以来 就用北花水 可以用 而且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麻风病最大的 临床 特征就是 直觉障碍 不知痛痒 它不可能用来 驱风止痒 如果麻风病的局部 它的皮肤 知道有少氧了 可能它的麻风 已经早就好了 麻风病的 典型的症状就是 不知痛痒 所以古代用了 北花水治疗麻风 但绝不是驱风止痒 这个把功效和组织给配错了 张冠礼贷 其实 现在来看 这个麻风病呢 是一个传染病 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免于 缺省性的疾病 实际上它增加免于功能 所以有一定的效果 这个供参考 现在因为麻风这个病呢 已经不威胁人类了 那么用这个 连活的化学药品治疗 一个礼拜就可以和家人 同吃同住 已经不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个传染病 所以这是原因之一 误解了 很多不知道麻风 为什么要误解呢 因为这个麻风 古代的人认识不准确 从明代开始 专门讨论麻风病的书 比如说明代 沈文芝的解为元素 这个清代 小小亭的 封门全书 包括一中经检 这个外科新法药局里面 专门讨讨论麻风 所谓这个三十二风 七十二风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是其他皮肤病 不是麻风病 所以这个把多种皮肤病 都混淆等同于麻风病了 所以呢 就认为 这个 漆风止痒 也是这次麻风病 所以这个 我简单的说明一下 就包括我们现行的 一些中药教科书 这个北花水的漆风止痒 对应的不是皮肤烧痒 而是一 麻风 它可以用于麻风 但是当代没有什么意义了 麻风 没有那么多北花水来用 用了效果并不好 有一定的效果 增强它的免疫功能 主要是用于一些过敏性的皮肤病 皮肤烧痒 这是当代的临床应用 第二 戒选 戒选 那么戒选呢 是这个皮肤寂生虫 戒疮 要么就是这个霉菌性的感染 选 霉菌性的感染 白花水 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这样子 对药材是一种浪费 是一种浪费 所以这个呢 不准确 在类似书上不准确 所以我们这里回避了 在启风指引对应的下面 既没有谈麻风 也没有谈戒选 这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考虑 这个考虑 所以这个是和其他和现行 现行的教科书上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止径 这个止径呢 就类似于防风 防风 也可以称启风止径 但是它又是个驱风作用 很强的药 所以有的书上也把它叫做驱风止径 那么它偏温的 干褶引起的干风内动 一般不适合 所以主要是用于破脏风 或者慢经风 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干风内动 可以用 可以用 这个呢 在有的书上把这个止径呢 叫做定经 这个定经就是 戒风止径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它改过来 这个也是一个区别 也是一个区别 那么就顺便说一下 这个 那天我谈到了 从古到今 这个其实在七味归经后面都有个有毒 或者有甚至有大毒 我们这个把它删掉了 就当我们那天已经说了 在讲毒性的时候 这个其实是一个巨毒性 那么毒呢 主要在它头部的这个毒线 或者毒芽里边 中药里用北滑水来 要去掉这个头 它已经没有毒性了 就是不去头 这个毒干了 已经是干品 而且在煎汤 服用的时候 这个毒性的消化到 它都不表现出 这个中毒反应 所以我们中药里面用的北滑水 是去骨 去皮 去头 只是用的这个肌肉部分 完全没有毒性 所以北滑水 在很多地方有的把它捕捉了以后 把它投去掉了 笨来吃 作为这个一个营养保健的食品来吃 当然我们不提倡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需要保护的一个野生动物了 数量并不多了 所以我们不要毒性 就是从这个这个来考虑的 从真正的药材 虽然它是一个毒水 另外呢 这是关于金钱北滑水 金钱北滑水来源于动物呢 是这个银环水 在它的幼石的时候 就把它用来扎死 把它用盘成一个小圈 那么只有蚯蚓大小干了 干了 那么叫做金钱北滑水 那么金钱北滑水呢 一度的作为北滑水的一个代用品 所以它并不是真正的北滑水 并不是真正北滑水 但是有一种说法 因为金钱北滑水的作用 强于北滑水 这个我本人表示怀疑 因为水 包括北滑水 它的主要的药效 主要在取它的肌肉 那么金钱北滑水呢 幼水 几乎没有肌肉 就是蚯蚓那么粗一点 面上一点皮 里面还有一个骨 那么这个除了皮和骨以外 当然它是全部得一起吃 一起吃 是不是作用能够强于真正的北滑水 在等量的情况下 我敢说不应该强于 比如说都用3K 而且现在的金钱北滑水的用量很少 有的用一条 那么一条可能就是1K左右 1到2K 而北滑水的用量呢 这个用量比较大 那么更没有可比性 这是关于金钱北滑水 另外呢 北滑水刚才讲了 是一个比较珍稀的 现在也是比较要灭绝的一种野生动物 我们不主张再去布杀 所以现在常常用下面的一个药 无烧水来代替 无烧水是一个无毒水 常常可以人工来信养 家养 它繁殖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这个在药材里面也比较多 所以它的性味功效呢 和北滑水是一样的 只是它的作用呢 要缓和一些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呢 可以适当的增加用量 所以我们今后在临床上 真正要用的是无烧水 可能北滑水 金钱北滑水用的机会并不多 还有不管用什么水 做汤剂的效果都比较差 最好是作为完散剂 充分的利用这些药材的资源 这是关于旗水或无烧水 把它结合在一起 下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药 木瓜 木瓜 这个151 这个木瓜呢 是蔷薇科 这个的果实 我们书上两个品种 一个铁莖海棠 一个来源于木瓜 那么前面的一个品种呢 是正品 铁莖海棠 那么这个呢 这个就像那种青的苹果 那么这个铁莖海棠呢 叫木瓜 那么干了以后呢 它表皮 咒说的非常厉害 所以就叫咒型木瓜 咒型木瓜 那么形状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 它是真正自古以来 木瓜的正品 那么第二个品种 叫做木瓜的 实际上它又叫做明渣 叫明渣 那么晒干了以后 就像我们这个图上 这个表皮非常光滑 叫做光品木瓜 实际上我们这个就是 这个木瓜这个品种 光品木瓜 实际上是个代用品 在行修本草当中 明渣是一个独立的药 和木瓜是并列的 那么在行修本草当中的明渣呢 主要相当于山渣一样的使用 所谓帮助消化的 消失的 当然可能它两者兼有 现在呢 是所谓木瓜的一个品种来源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正品的是奏品木瓜 光品的 那么虚然外观比较好看一些 但是它是从代用品这样子 慢慢的演变而来的 是不是完全辽效相等 那么也是需要研究的 这是从药材的来源 那么这个木瓜呢 第一个功效驱风诗 再从第一版教材到第七版教材 木瓜的功效里面 都漏掉了驱风诗这三个字 如果说木瓜没有驱风诗 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一章 它连进入这一章的枝给都没有 所以木瓜 它应当有 驱风诗的功效 但是文献的 记载呢 确实木瓜有驱风诗的作用 它确实有 但是它的驱风诗的作用 比较温和 不强 但是我们不能说不强 就不承认它 所以我们首先 还要介绍它的驱风诗的功效 它有一定的驱风诗作用 所以对于各种风诗避震 都可以使用 只不过在配武的情况 单独也有 单独 比如说在本草纲目 就有木瓜酒 治疗风诗避震 尤其是这个石头比较偏盛的 它常遇除湿 它的温性不强 驱风的作用也不是很强 那么这个当然就善寒止痛不明显了 它常遇除湿 所以不管寒湿的 湿热的 其实木瓜都可以用 所以还是应用比较广泛的一个驱风诗药 那么这个木瓜除了驱风诗以外 常遇输精 常遇输精 活的作用 没有 或者说不明显 就是说改变肌肉的这种麻木 天摊 口眼歪戏 用木瓜不准确 木瓜主要是缓解这个 关节的驱称不力 和肌肉的暖脊 所以主要是一个输精的 输展精箭 精末 所以 离来的这个教科书上呢 都是说它是输精的药药 并没有说它是输精活罗的药药 所以前面的 白花水 骑水 是常于活罗的 木瓜是常于输精的 所以对于风势避震 兼有这个精美拘卵 关节驱称不力 它还可以起到这方面的治疗效果 那么这个输精的功效 专门应用 常常又用于精脊焊降 精脊焊降 比如说这一些治疗酒气的方当中 这个无云无瓜汤啊 这一类治疗酒气 那么酒气呢 时所下注 就有这个筋膜不舒展 出于一种拘卵 出于疼痛 在这种情况下呢 木瓜是输精的 专门来输精 那么另外木瓜 又是一个化石的药 化石的药 下一章我们就要讲 是对宗教 持所组织的一种治疗作用 一般是芳香的 那木瓜 它这个化石 也可以用于持组宗教 但它的化石作用不强 但可以用 那是化石和苏精 两个功效结合起来 精脏就因为始祖宗教 出现了比较年种的上土下界 最后造成了这个匪肠基静暖 就是我们书上说的土屑钻精 这个就是一个精美 处于这个静暖状态 那么木瓜在里面 一方面是化石 小鼠这个土屑的病因 另外就是用它的苏精的作用 来缓解这个钻精的这个症状 所以这个木瓜的苏精 不完全用于风使 风使以外的这个经济夯将 可以使用 所以这个木瓜的三个功效 驱风使 苏精 化石 它们相应的就是这样的 另外呢 这个明扎 就包括真正的这个木瓜 贴根海棠 在一些小石的方当中 加一点 确实有小石的作用 防止消化 类似三杂 但是比三杂的作用要弱一些 所以在史外里面 这个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这个在驱风使的善寒的药 根据大纲的要求呢 就是这样一些药 那么下面比如说蝉杀 就是这个夹蝉 它的粪便 那么很多功效呢 类似于木瓜 自己可以看一看 那么今后在一些文病学的方当中 比如说蝉死堂里面有 那么知道它 驱风使 苏精 化石 活中 跟木瓜 大同小异 也是比较缓和的一个药 那下面的 神经草 苏精草 那么 虽然这个糖袋就收在 但是一直作为一个草药应用 所以现在常常在驱风使的方当中呢 作为一个辅助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寻故风 那么也是一个止痛作用比较强 的一个驱风使药 也临床上也常用 下面松解 就是那个松树 那个脂 或者镜上的 膨大的 这个含松解有比较多的 那个部分 那么它也是一个 这个能够 熟精活络 或止痛的 这个 能够善寒的驱风使药 等等 这些今后可能在服务方里面 能够出现 但大纲不要求 我们也就不讲了 也就不会考试 但是呢 我们知道 这些药物是驱风使 有一个这么一个印象 所以今天要讲的问题呢 就是这个第一节的 这个大纲要求的驱风使药 所以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